中庭地白 树漆鸭 冷露无声 诗桂花 今夜月明 人尽望 不知秋思 落谁家 美房农历八月十五 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 与家人团聚 一同赏乐 共尝乐饼 欢庆中秋佳节 是华人文化圈最为重要的风俗 作为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节日 中秋节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 礼记有言 天子春朝日 秋夕月 早在先秦时期 帝王将相在祭拜日月方面 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仪式 久而久之 在秋季正中 月圆之时 祭拜月亮的习俗 就演化成为了日后的中秋节 另一种说法则与农业生产有关 汉字秋的本意是 庄稼成熟 曰秋 而到了八月正中 农作物和各种国品陆续成熟 农民为了庆祝丰收 表达喜悦的心情 就以八月十五中秋这一天作为节日 用以秋报 感谢神明赋予丰富的物产 除了节日本身 连赏乐 归乡 吃乐饼等民间习俗 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哦 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相传始于元代 当时 百姓不堪忍受朝廷的残酷统治 纷纷起义抗援 但当时 朝廷对于民间书信搜查 十分严格 起义军想要相互联络 十分困难 刘伯温献出一计 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面饼 借此躲过了搜查 起义得以成功 战后 朱元璋下令将传令用的面饼 作为奖励赏赐给将士 甜美可口的月饼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被流传了下来 成为了中秋佳节必备的美食 赏乐的习俗除了前面提到的祭拜日月说外 还有着更为世俗的说法 相传 七国仇女无言 幼时虔诚拜月 长大后得以在八月十五这天巧遇天子 有幸被立为皇后 因此 祈求美貌 幸福 也成为了人们对中秋赏乐的一份期许 到了唐宋时期 赏乐的风俗变得更加流行 但凡文人默客都偏爱在中秋时节 吟诗作父 借当空好乐表达兄弟 伴随着无数优秀的诗词歌赋 中秋赏乐的习俗就这样一步步流传至今 受中华文化影响 世界上许多地方也诞生出了各具特色的中秋习俗 比如日本的中秋被称作十五夜 要吃特制的乐剑团子 进行赏乐和庆典等活动 越南则更侧重于儿童 孩子们在这天要看舞诗 提鲤灯 祈求幸福吉祥 朝鲜讲究归乡 扫墓 祭祖 新加坡由于华人数量多 庆典与内地十分相似 此外 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国 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中秋习俗 到了现代社会 除了孩子们喜欢的嫦娥奔月 吴刚哲贵等神话故事 以及长辈们珍惜的 和家团圆的机会外 中秋节带给我们的是美味的月饼 是欢快的假期 更是那份对家 对国 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归属